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同于之前的比赛不再是淘汰几个人 而是变成了能留下几个人 这样舞者和四位队长都倍感压力 连带着几位姐姐的美丽都有些索然无味 每一次舞台的落幕 四位队长在惊叹舞者强大的同时也在承受着难过的压力 就像是中汉良寿的那样 到了现在已经很难保持不带感情色彩去评判了 就是自己的战队最好 因为不想让任何一个队员离开 但是该离开的依旧会离开 这样一种情绪也让整个比赛过程中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厚 这就像是一个慢慢升温的火药桶 随时可能会被点炸 而第一个被点炸了的就是王一博 毕竟年轻气盛就是刚 在双人battle的环节 四支战队都派出了各自队伍中的最强阵容 就像姐姐们说的那样 这期中很多人都是世界冠军 中汉良派出的是小宝和小明的小组合 其中小宝是绝对的主力 作为KOD比赛 watching项目的世界冠军 连肖杰和杨凯都没有必胜的信心 小宝在跳舞的过程中 加入了就是一个大量的动作 那就是突然跑过去撩搏身后的王一博 这种互动如果说出效果 毫无疑问是加分的 事实上呢 肖杰在个人的battle环节中也用了这一招 在选择的是和裁判互动 有些观众可能有印象 小宝在街道海选阶段 帮助张艺兴街道出战美少女战士中 就曾经撩过中汉良 中汉良当时没有做出回应 让小宝占了便宜赢下battle 故技重施却失散了 王一博瞬间做出回击 反过来撩搏小宝 甚至在小宝避让之后 还一路追打上去 王一博真是个狠人 这样回应不但没有让小宝占到气势上的便宜 得到预期效果 还占用了小宝的时间 王一博用态度回应 做了队长该做的事情 而赛后火锅局上张萌也敢看 那一幕打破他原来对王一博的印象 之前大概以为王一博是个冷静的人 没有想到如此的不温柔的一面 确实呢王一博在这场battle中 对小宝的回击 让人对他有一不一样的感官 更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其实是他做了另外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在战队六人起舞表演结束之后 王一博罕见的在舞台上 当众批评一波王炸的舞者毫不留情 因为战队的battle型选手的起舞问题 在他的再三强调之后依旧没有解决 如果说歧视一波王炸战队结构性 无法解决的问题 王一博或许还不会这么神奇 但事实上呢 在隔壁战队 同样是battle型选手的肖志兵小肠 AK东就做到了很好的配合团队 别人能够做好 自己这边却没有做好 王一博不能接受 觉得都是借口 所以他要求自己应该更严苛一些 从这里其实就能够看出来 王一博性格中的不温柔 就事论事 眼里容不得撒子 而比这更狠的是 他的做的第二件事情 在非常关键的个人battle环节 其他三位队长都一致地认定了 王一博一定会派出布布 因为布布布是世界顶级的battle选手 全力以赴 全世界都没有几个人能够赢他 但是王一博却不这么想 王一博没有立刻定下布布 而是对着所有人 再三强调了这场比赛的重要性 要求必须全力以赴 必须赢不能轻敌 在得到布布的郑重答应之后 才决定由布布出战 很明显 王一博这番话就是在警告布布 这一刻 王一博没有拿布布当自己的偶像 而是当做一个普通队员 他很清楚 布布在前面起舞中的放炮问题 以及存在的轻敌心理 所以如果布布不能够自己调整过来 他宁愿不用布布 就是这么的不温柔 这番警告效果非常明显 布布的三轮battle 无论是在玩音乐 还是动作细节上 赢得非常明显 三轮的得票很高 为一博王炸开了个好投 可以说这一期的舞台 让人看到了更不一样的王一博 更像是富士山一样 外表冰冷稳重 其实那里充满了能量 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年纪自然最小 却一点也不含糊 另外从王一博加入天下上的那天起 就有黑粉 总希望他从这个舞台上消失 如何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就是让前锋站出来 具体怎么操作呢 如上图这般就可以 前锋站出来 站在王一博的面前 只要镜头正对着拍 王一博也不偏不歪 那么他就会从舞台上面完美消失 这是一个玩笑 但也是如今 想要让王一博 从天天向上消失的唯一办法 王一博站在前锋身后 能露出多少部分呢 这是个悖论 同样的 王一博离开天天向上 这也是个悖论 时日今日 尽管网上人就有这样的声音 但是除非不可抗力出现 否则王一博不会离开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也离不开王一博 为什么这样说呢 理由有三 一 王一博重情 王一博刚来天天向上的时候 非常腼腆 一期节目几乎说不上几句话 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大红大紫 能够成为天天向上常处主持人 可以说是一种高攀 但即便如此 各个们却从来没有嫌弃他 节目呢也始终没有抛弃他 在各个们的帮助和鼓励之下 王一博逐渐成长了起来 在舞台上面越发自信和自如 对于王一博来说 能够加入天天向上 无疑是给个人事业 打上了一剂强心剂 如今他的事业越来越好 已经不需要再依托天天向上 但是他不会离开 因为他重情 他舍不得哥哥们 也不愿意辜负节目的知遇之恩 二 哥哥们宠他 王一博是天天向上当之无愧的团宠 这一点呢 从他还没有盖死大红大紫的时候 就是如此 就拿王一博躲在前锋身后 消失的这件事情来说 其实就是哥哥对弟弟的一种宠爱 节目要求天天兄弟派出代表 用占了墨之后 重打百斤的毛笔鞋子 大家纷纷cue王一博 但是又担心他一个人不好操作 于是同时cue了前锋 接到重任 前锋和王一博两兄弟 互相切让了起来 谁都不但想要接这个苦差事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王一博就站到了前锋的身后 而前锋则由着他去 自己呢就先去拿起了笔 这就是宠爱 除了前锋 汪涵 大张伟等人也是如此 他们则是不断地 给王一博制造表现机会 同时又竭尽所能去保护他 哥哥们都抢着宠他 又怎么会选得让他离开呢 三 收视率需要 尽管只要现在天天相上人 就是国内难得的好节目 但是不得不承认 自从主持人大换血之后 他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如今他早已经不复当年的荣耀 曾经歌手都要老老实实地 放在他的后边播 现在节目播出时间 不断地往后挪 腾住地方给别的节目 节目的冠名商也频频更缓 不再像之前那样 几年都不变 商家抢破头都要赞助 节目收视率更是大不如前了 等于于陈旋令的大伙 王一博拥有了大批粉丝 他对节目收视率 已经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即便王一博有走的想法 天天相上也不可能舍得让他走 如今王一博和天天相上 属于互相成就的关系 谁也不看谁 所以想要他从天天相上消失 这个想法还是趁早打消吧 王一博离开天天相上 只有两种可能 一 公司用合同强制他离开 二 天天相上节目停播了 但无论哪种可能 其实都是不可抗力 并非王一博的意愿 也并非天天相上的意愿 最后帮前锋证明一下 他穿戴整齐之后就有906公斤 并没有传说中的100公斤 之所以能够接眼诗诗的 挡住王一博 只是因为王一博太瘦了 此外最小的天天兄弟 也不是前锋站出来挤走的 就连汪涵都没办法留住 他也怎么可能挤走呢 对此你怎么看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我不想对大家关注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